苹果绿的墙 满式的书 以及咖啡豆的香 加上买首书中的人 谁会想到在社运 学运中鼎鼎有名的东海书院 竟会是如此悠闲文心 东海书院现在已经不在东海大学旁边 党次搬迁后 东海书院3.0最后落脚国立美术馆附近 老板廖映良说 搬离东海 是为了让新的经营者进驻 也是为了让更多人接触这个不太一样的书店 东海书院的选书分成两类 一类与创意相关 包括文学 艺术 设计 哲学 甚至旅行规划 另一类则是社会议题 环境 历史 政治 经济 东海书院的书要研究有误 但又非工具类书籍 在这里你不会看到如何赚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 但或许你能发现如何让世界能吃饱 在这个网机网路当道的年代 面对网路书店价格低廉的强大竞争 东海书院找出了音音方法 如经营复合式餐店 如会员互助的读书人工会 使东海书院如其门口的招牌 有了更多的元素融合其中 其实顾客买不买书或是在哪里买不重要 重点是他读了这本书可以有所感觉或启发 这是东海书院延续至今的理由 也是东海书院一直的任务和信仰